如果说一定要让我拿个奖项的话 那我只有拿参与奖了 比赛马上开始 有点小紧张 兄弟们 此次比赛用到的挖机分别有 31的60135和15龙氏挖机 现在呢 我们正在签到拿号牌 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开始了 开始了 兄弟们 现在上场的是我们的五号选手 马强师傅 第一轮比赛要用到我们31的60挖掘机 将盘里的乒乓球导致另一个盘三分钟之内 谁导用的最多 谁胜出 看似特别简单的一个项目 但是对于挖掘机和挖机司机却是一个大大的考验 对于司机来说 考验的就是你的一个驾驶技巧和你的心理素质 做到临危不乱 当然好的技术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 还得看我们的挖机表现 动作的一个协调性 流畅度 包括这个微动作的操作都是很重要的 我就说我拿不了奖嘛 非得让我来 我刚才三分钟搞了五个平方球 不过呢 第一轮我已经晋级了 现在操作挖机的是我们的11号选手 好家伙 就那么大点小勺 弄起两个平方球 有了这玩就能顺利进行下一关 下一关呢 我们将要用155的龙氏挖机来投篮球 一共四颗球 前三颗球呢 是用我们的挖机缠头将它端起来 放在指定的位置 最后一颗球 投进篮筐即可 谁用的时间最短 谁胜出 现在就现在 大家屏住呼吸 看看我们二号选手 操作的到不到位 够不够网 第一颗球即将成功 好 开始落落慢慢的 好的完美 二号师傅的手还是挺猛的 好的兄弟们 该我上场了 紧张了 不就是四颗篮球吗 玩它没啥难的 已经放了两颗了 我呀 还是第一次开这个 三一的155龙氏挖机 动作还是挺丝滑的 操作手柄的话也比较轻盈 比我那个斗杉的手柄要轻得多 这个项目的话主要是 三一样的手柄如同盖 同盖 这一种受埋着方法 刚才要滑的方法 焦点这些 耶